这个Soin Center Table 就是一个缝纫桌子 是我去年在亚马逊上买的 它是一个 当时我买的时候 它有两种颜色 一种呢是白色的 也非常好看 但是呢 因为我的家具 跟这个黑色的 它叫做Cinemon Cherry 这个color呢 就更符合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它呢是可以折叠的 一个桌子 折叠起来以后呢 就很不占地方 就变成了一个 有点像柜子一样 就是这样的 有门有柜子 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摆在家里也挺好看的 这个小椅子呢 我的缝纫椅 是我从一个二手店里买来的 然后我又把它重新把它cover了一个面 这个椅子看着不齐啊 但实际上坐起来非常舒适 因为它的后背 整就抵在你的腰上 所以坐一个下午都不会累 非常非常的好用 所以不在于钱花了多少 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好用 这就是我的缝纫机 因为自从我退了修以后 我就特别想继续的 就是玩这个缝纫机 这个缝纫这事 所以呢 这个缝纫机本身呢 并不是很漂亮 并不像亚洲那些马卡龙色 我们加拿大只有这种灰太郎 Singer的 Heavy Duty的 4452这个缝纫机 但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非常好用的 很厚的布 也都能够车过去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的 很好用的一个缝纫机 我已经用了得有四五年了 这个柜子呢 这个右手边就是一扇门 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些各种收纳 我的就是缝纫的工具啊等等 中间呢 它有一个隔板 然后我放了一个收纳的箱 左侧呢 是两个可以挂在上 挂在这个门上面的两个塑料的盒子 然后就放一些常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它是可以拿下来的 然后挂上去 拿下来都比较容易 都比较方便 放点什么也非常方便 这就是我的收纳箱 这个收纳箱是在Costco买的 它是一个工具箱 然后上层呢 我用来放一些线 因为我也就是一个业余爱好者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线 基本的颜色都有就可以了 然后呢还有一个长条的状的一个小收纳的地方 可以放一些收纳的小工具等等 各种小简子啊 什么锥子等等 然后底下这一层 就是放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还有我曾经在北京买来的那个编绳 其实最后编绳我也没学会 但是呢绳呢也得放着 然后还有一些扣啊 环啊什么等等等等的东西 都放在这里 这个收纳箱还是挺好用的 然后把上层往下一盖 这样就就盖住了 就这个箱子就盖住了 这个呢是一个 不知道红联马月买的 那么一个拉索的 扣持的 这么一个装电源的一个小包 我就把我的手缝针放在了里面 针叉放在里面 把手缝针放在里面 这样的话 可以就是保护这些针 可以如果家里有小宠物 或者是小孩的话 可以不会受到这些针的伤害 也是挺方便 拿取也是很方便的 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 soin corner 就是一个缝纫脚的样子 然后就可以